Hello大家好,我是居然哥重重 虽然奥特曼的战斗力很强 但是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在面对一些阴险狡诈的怪兽时 奥特曼也会被打败甚至抓走 然后做一些不可描述之事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四位曾经被抓走的奥特曼吧 捷克·纳克尔行人 在捷克·奥特曼的第37集和38集中 宇宙人·纳克尔行人为了击败捷克 创造了二代的希格拉斯和贝蒙斯坦进攻东京 以此来测试捷克·奥特曼的力量 在了解到奥特曼的弱点就是他的亲人板田兄妹时呢 纳克尔行人狠毒的撞死了他们 使人间体相忧住因为愤怒失去了理智 他便身为捷克与纳克尔行人 还有他的部下布莱克王战斗 然后由于太阳落山了 捷克没有充足的能量 就连手作都不能吸收太阳能 最后被纳克尔行人装上了十字架 做成了标本在地球上空的游街市中 非常的没面子 后来纳克尔行人还想搞个宇宙直播 直播处死捷克·奥特曼 结果被赶来的赛温·奥特曼和初代奥特曼打断 救出了捷克·奥特曼 赛温被抓走 赛温远古老爷子的最后一部作品 因为风格充满了成人的色彩 经常涉及赛温被强力拐手打败的剧情 在赛温第46集 团和暗奴为了调查神秘事件来到了一个小岛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人在度假呢 在一岛上呢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团为了暗奴的安全呢 自己一个人去跟踪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很明显学过反侦查 神秘实验室 刚要上楼梯就被电晕了 之后甚至被宇宙人带到了海底 原来此时外星人已经在秘密制造机械赛温 在对猪星团进行催眠之后 得到了超人光线的秘密 于是机械赛温正式完成 阿斯特拉马格马星人的奴隶 阿斯特拉是雷欧的亲弟弟 虽然两个人是L77的王子 但是由于家园呢 被马格马星人入侵 所有人都被马格马星人杀死 只有雷欧和弟弟阿斯特拉侥幸逃生 雷欧很显然是幸运的多 因为他逃了出来 来到了地球 遇到了塞文奥特曼 塞文奥特曼还教给他战斗的技巧 但是阿斯特拉就没有什么幸运了 在L77被毁之后 阿斯特拉又被马格马星人抓走了 充当了奴隶 他腿上的环就是作为奴隶的证明 即使是奥特之王 都没有办法将他腿上的环出去 雷欧 雷欧作为L77星球的皇子 本来应该是继承皇位 独享天下的 结果被好死不死的马格马星人 坏了好事 也不知道地球有什么好的 宇宙人怎么都喜欢来地球 雷欧化成了凤原的样子 在地球旅行 我说你还有个弟弟 为马格马星人囚禁成奴隶的 你咋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呢 不过偶然间 他目睹了塞文 为马格马率领怪兽兄弟雷欧 雷欧愤怒变身 救下了塞文 此后在塞文奥特曼的细心教导下 飞速成长 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怪兽 但是就算是成长后的雷欧 也遭到了小人的埋伏 一个宇宙人利用人质威胁雷欧 只有雷欧成为人质才能放人 雷欧答应了 结果被绑架到了一个诡异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着奥特曼最害怕的敌本 雷欧被冻成了冰块 随后被怪兽一刀一刀给分尸了 幸好后来奥特之王出面救了他 最后打败了贝比的宇宙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记得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